这时,其中一个小孩拖着一只脚,一拐一拐地走过来,对两人说,请帮帮我,他们抓住我的脚了。 马鲁兹一看,小孩的脚有到很深的手印,但却看不到人影。 在两人被眼前的情景震慑住时,突然有个拍打墙壁的声音,从阁楼方向慢慢地传了过来,沿着楼梯,越来越接近了两人。 墙壁拍打到两人身旁时,突然消失了,两人正不知发生何事时,那个小孩突然手指着天花板说,他们在那里。 两人顺着小孩的手指抬头一看,只见到一张脸在天花板上瞪着他们,马鲁兹与盖兰两人待在佩基的家中。 亲身经历了几件不可思议的事,其中一件,就是珍妮受到无形的力量袭击,先是他房间的火炉铁干无故被扭曲, 接着又出现他被这些亡灵丢到了空中抛来抛去,这一切都看在马鲁兹与盖兰两人的眼。 然而,戴珍妮特恢复时,也就是亡灵停止抛他时,他对两人说,虽然这些亡灵这样对我,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是恶灵。 两人感到诧异,分问他为什么,他回答,我认为他们是死在这里的人, 因某种原因被困在这里,就好像比尔一样,他们想跟我沟通,但不知用什么方法, 所以就用这种无形的力量来表达他们想对话的心情,两人无语,他继续说, 我甚至认为他们想要成为我们家人的一份子,换句话说,他们也想我们成为他们的家人。 这句话着实把两人吓了一跳,面面相觑,说不出话来,然而两人毕竟是英国灵异研究学会的成员, 见过去的大场面,很快就镇定下来,继续他们的调查,较特别的是,他们发现有几个漏洞, 例如有小孩会把汤匙弄弯,有小孩会装神弄鬼, 甚至珍妮特有时会装出一些怪声,这让两人不得不怀疑, 整件事只是佩吉一家想制造新闻,然而灰飞的家具,恐怖的声音和人脸, 还有珍妮特以非正常人姿他被抛来抛去,这些是无法解释的, 甚至两人还替珍妮特做一个试验,当两人听到有男性说话的声音在他身边发出时, 就让他含着一大口水,让他不能说话,然而当他口里含住水时,男性的声音并未停止, 甚至还有更多说话的声音从他身后发出来,其中有男也有女, 两位理学家对此则无法解释。